山庄村近邻黄河险滩 2003年黄河漫滩 山庄村受损严重 麻剧宣家的房屋不仅受损 秋季作物还颗粒无收 那天 专程到山东河南梁省调研的胡锦涛总书记 特意看望了因洪水受灾的村民们 他问我当时现在你们有多少地 我说我四个人 现在目前是两亩地 他说那这怎么烧啊 我说有一部分地叫黄河大地 可以挖了 现在还没回复 洪澳灾害的肆虐 再加上每年要缴纳的农业税 2003年的山庄村 日子过得有些艰难 在刘仲华的家里保留着一个卡片 河南省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卡 他这个积蓄税率是7% 他用要农业税的这户加富甲 就复加了富甲 就复加了富甲 事实上在我国农村地区 不少农户家里都有着这样一个卡片 卡片上面记录着一个农户 每年要缴纳农业税费的多少 据统计 2002年农户的人均税费负担是115.7元 相比较之下 收入较高的城市人口 平均税费却只有49.5元 而当时粮食价格的过低 以及一些税费和不合理负担的存在 也削弱了农民增收的份额 不少重粮农民每年去掉各种税费 几乎挣不到钱 在此背景下 2003年12月12日到17日 胡锦涛来到粮食主产区 山东河南粮省进行调研 了解农民的增收途径 在山东考察后 2003年12月14日 总书记又来到了河南 老知书刘仲华 在商丘市西柳村村口 迎接了总书记 回忆起那一刻 刘仲华说 那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情 有三百多个人 一共有506人 我这个总书记在外面当中 我感觉到还是贴的 这农业还是很关心的 不管你年龄的收入多少 每个人就能拼多少 都知道啥收入 有啥情况 主要到这个家庭来说 它就像传媒的一样 感觉很浅浅 2003年12月12日至17日 在山东 在河南 在田间 在地头 入农户 进企业 短短六天时间里 胡锦涛总书记 走过了很多地方 给当地老百姓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对他们来说 胡总书记的到来 给他们带来了荣耀和自豪 但他们不曾想到 总书记的这次考察 在深刻影响着中国 亿万农民和农村的变化 在胡锦涛总书记 视察山东 河南后的2004年2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若干政策意见 作为中央一号文件 正式公布 时隔18年后 中央再次以一号文件的形式 指导三农工作 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不断扩大这个大背景下 做出的战略决策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 这份被人们称为 高含金量的文件 将着力点放在增加农民收入上 除降低农业税税率 取消除烟业外的农业特产税外 还对中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 两种补贴 和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 从03年一直到现在开始 一个车 从做放 从仪式 从划斩方面 那基本上说 03年可以或是 一个天儿一个地儿 农业风则基础强 农民负则国家胜 农村文则社会案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 这无疑是党中央国务院 送给九亿农民的 一份温暖而厚重的新年大礼 2005年12月29日 世界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9次会议决定 自2006年1月1日起 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农业税 正式成为历史